HELLO, 大家好, 一句廢話都不要說了 現在我們馬上放在我們的集中力去聽聽聲音 現在是Mediamark加Wireless Go Wireless Go在這裏 Wireless Go的設定是-12dB 今天這條影片, 首先給大家看兩條影片 對比一下聲音 剛剛說過了, 現在是Mediamark 聲音應該聽清楚了, 我馬上換一換 另外一個設定給大家看 為什麼有這集呢? 因為大家留言, 我真的有放在心裡 之前的影片, 出了幾集有關HELLO 10 其實呢, 主賽我還沒有時間或者有機會去拍 因為, 距離上一條影片, 現在已經經歷第二個颱風 剛剛過去了一個獅子山的颱風 現在有一個圓規, 聽說兩三個小時後 就到了, 就會掛八號風球了 那現在呢, 風勢, 事實上, 現在風勢不是很強勁 所以趕快就想拍這條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 我知道有些兄弟都想知道 除了用現在這個新的Mediamark 我們用回那時候的3.5mm,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 實際都給大家看看那個效果 好了 不是一些什麼新的東西來的 不過呢, 都是可以跟大家推薦一下 為什麼呢? 其實呢, 互有所長的 一會兒再細細跟大家說 有什麼互有所長 現在呢, 就是給大家用眼睛去看看這個盒子 我們怎樣用 那當然呢, 這個3.5mm的Adapter 我們就好像剛才這樣插進去 就這樣可以了 那這個K-Share 其實呢, 我們要用它的時候 就拿開這兩個配件先 這個是側蓋 後面這個底板 OK, 那我們先拆了Hero 10出來 那大家都知道, 其實 只需要在這裡插3.5mm線 那個Wireless Go 那已經拆了出來 拿一部Hero 10出來 那我怎樣裝進這個K-Share 呢 其實在後面進去 進去 貼合完之後呢 那這裡有個Ball Lock 那這裡大家看到有個對應的位置 OK 那其實呢 閘著它 在這裡已經可以跟大家說了 雖然那個側蓋還沒裝回 其實已經完全沒有虛位 這個是做得不錯的 那這裡呢 大家不要以為 那都拿來講 是不是很多餘 不多餘的 如果你有用過的經驗的時候 用過不同牌子的時候 你就知道 有些品牌是會有虛位的 現在這個是絕對 我人格保證是沒有虛位的 OK OK 好了 這個側蓋很簡單 貼合位 拉上來 已經關掉了 那麼 3.5mm的Adapter 也都很簡單 圖線在這面 在這面插進去 對了 那喝茶進去的時候 似乎就最順暢的 OK 插了的了 Wireless Go怎麼裝 很簡單 人人都認識的了 找一個好處 這裏也可以 或者 這面也可以 給大家看清楚一點 應該這個光 這裏看得清楚 對不對 OK 這面也可以 在這裏插了的時候 自己弄定條線 現在我就不浪費那麼多時間了 因為現在風雨 開始來著 OK 插了之後 其實已經可以用的了 其實沒有關掉 好 那跟著呢 當然 這裏10是要開機的 是不是 這個也不用說了 還有一件事 跟大家說的 其實下面是有些配件的 我彈幕給大家看看 一些配件 包括下面 我們可以用回 GoPro傳統的 那個扣子 那現在我就沒有裝 因為我個人來說 是喜歡四分一吋 那個螺絲口 好 立即試一試給大家看 好了 現在立即給大家看看 那個聲音的分別 那現在呢 是在用著 Ulensy那個Case 那就用回 以前的3.5mm Adapter 那 還有一個要點 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如果用過 Media Mode的時候 我們呢 是進去那個 Pset裡面 去設定Media Mode 可以向前向後 麥克風 或者是Auto 但是如果我們用回 這個3.5mm 的話 似乎就用回 舊方法 去到 那個 General 那個setting 裡面 去教那個 用什麼 麥克風 這樣 那它都是 好像以前這樣 會有Standard Standard Plus 有Power 麥克風 Power 麥克風 那現在首先呢 我就試了 Standard先 那我就 我待會再試一次 Standard Plus 那因為呢 如果配外置麥克風 的時候 某些麥克風 可能會偏小聲 的 用回Standard Plus 可能呢 那聲音會比較好 我現在未聽 當然未知 所以我穩陣起見 我待會再試 Standard Plus 的 好了 這個Standard的 就是用這個 3.5mm Adapter Standard的麥克風 這個setting 講到這裡先 我轉一轉 這個setting 用Standard Plus 來 都收一收音 一樣是用這個 Valasco 給大家再聽聽 好了 那現在呢 就轉了這個setting 轉了那個 麥克風 仍然我們現在是用 舊陣時那個 3.5mm Adapter 轉了麥克風 的setting 做Standard Plus 這樣啦 那些風 現在開始來了 好厲害啊 給大家看看 現在我現場 其實是 噴噴聲 好厲害的 大家可能未必聽到風聲 其實可能是 歸功於 這個 這個 Walasco 那個 MOMOCO 那個 Windshow 是 擋風都幾好的 效果應該 以舊陣時的經驗 順便可以給大家聽聽 會不會影響到收音 應該會都不出奇的 因為現在真是 噴噴聲 我不是很聽到自己說話 那些風大 OK 還有呢 這一轉呢 我故意給大家看 應該舒服很多 這個 其實我就用回 這個 Linear的 和 Auto Level 所以 大家會看到 超級穩定 看得很舒服 還有一個 Mine的 Standard Mine的 Level 那個 設定是 Standard Mine Plus 這樣 理論上 收音力度 會更加強 很可惜 有一件事 也想提一提大家 我們用Mediamark 的時候 Hero10 它是後面 即是在 後面的螢幕 那裏 會有一個 Volume Indicator 即是知道那個大小聲 這樣 這個是非常好的 但是很可惜 原來我們去拆分 這個3.5mm 的Adapter 的時候 就沒有了Volume Indicator 我們看不到 實際收音 是會有沒有爆 有沒有不夠聲 這樣 好了 順便 都跟大家說多兩句 這個 有時候的K-Share 不是新產品 因為這個 這個K-Share 本身 它是支援 Hero9和Hero10 Hero9的時候 已經推出 但是 不是說 剛剛新鮮出的產品 才有它的價值 現在這個 Ulanci 的K-Share 和Mediamark 比較 我都可以跟大家說說 我個人覺得有什麼分別 Ulanci 這個 它是 比起Mediamark 當然是重一點 因為它是金屬的 它一樣是有兩個 K-Share Mediamark 都是 那 Ulanci 這個 多餘 多餘都說一聲 它可以讓我們用回 3.5mm的Adapter 如果大家本身已經有這個Adapter 就可以省筆 因為本身 這個K-Share 據我所記得 是百多元 百多元 好像是人仔 第二 Ulanci 這個K-Share 可以支援給我們用 Filter 有上角鏡子 一直都擁有 所以不需要額外去買 這些Filter 其實有便宜有貴 大家自己選擇 我手上 現在這個是VND 即可變減光類鏡 好 OK 對這些 尤其是 都說過很多次 對這些 無法調校光圈的 機仔 是一大幫助 我現在 其實一放在 這個K-Share 就已經可以上 螺絲口 就已經可以上 它 好 上一上給大家看 這個K-Share 是直接支援 52mm的Filter 這樣 如果你本身是有一個 大一點的Filter 其實都可以裝到的 你裝個Adapter 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裝得太大塊 又會遮住 本身前面的螢幕 這個要注意一下 不過如果你說想省錢的 暫時想用的 都未嘗不可 很方便在前面 可以調校到它的透光率 OK 那一般情況來說 我們不是說 在一個烈日當空的情況來說 都不需要用的 但是萬一在那些情況 就真的很方便 可以這樣上 這個Filter 我手頭上 除了有這個VND 還有 就是 CPL CPL 一樣都可以這樣 扭上去已經可以用到 OK 最大的分別 最大的優勢 我相信這個 這個金屬的Cage 就是在這裏可以上Filter 其他的功能 和Mediamark非常接近 輕一點說多次 就是沒有了那個 如果我們 其實這個不關於Cage 而是我們用回3.5mm這個Adapter 在背面那裏 就不像Mediamark 那樣有個Volume Indicator 那麼清楚 看到 收音足不足夠 會不會太少 會不會太多 這樣 OK 其實呢 都交代了 在上條片到今條片 其實隔了一個多星期 經歷兩個颱風 天意給我一個機會 其實下一集 或者接下來這一兩集 其實我下了很多心機 去跟大家講一件工具 大家如果有follow我的IG 或者是我的Facebook 就知道我其實在這裏 試了很多次 兩個都放了幾張照片 在一些很惡劣的環境 很烏大風又大風又大雨 人又濕透 機又濕透的情況之下 是為了去拿一些很基本的資料 目的是想拿到一個最準確的資料 跟大家分享 那 用了這麼多時間去做那些事情 其實只不過是那一集 其中一個環節 希望可以跟大家交代到一些真實的資料 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關注 希望可以給到更加準確的資料 大家 好了 去到最後其實還有一件小配件 可以跟大家分享 這件小配件 就是在我們 譬如我們真的 那個環境不太需要 或者我們自己本身不需要 去配合一些外置收音器材 的時候 例如這個 Adapter 我們都不需要用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利用的 而且呢 是非常之便宜的 OK 那我們現在先拿出一部Gopo 先在這個Cage 那都可以 即場給大家看看 其實 都很快可以拿到它出來的 OK 出來了 其實想跟大家說的就是這個小門 這個小門 這個小門 應該清楚 是不是 給大家看一個反光的位置 大家應該看得清楚 這個小門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上面呢 這個小門 有一個小門 還有一個四分一吋螺絲口 你已經 上進去 非常簡單 這個位置 套進去 已經上了 其實 跟著 套進去之後 拉一拉下來 吸回上去 適合的 扣住了 OK 已經可以用的了 那怎麼用呢 其實呢 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例如 之前呢 跟大家說過這盞燈仔 大家有興趣 可以再看這條片 OK 那這盞燈仔 就 有兩顆的 一顆公 一顆籃 有這顆東西 這顆東西 是那個 磁力的轉折 那 一邊就可以 套進這裏 一邊就可以 這個公 就可以扭進去 直接扭進去 這個四分之一吋 給大家看清楚 這個洞裡 OK 好了 拎進去的時候 譬如我們下面可以上自拍棍 下面上自拍棍 然後 到我們真的在暗的地方 需要開燈的時候 我們 其實一把進去 拎也不用拎 一插進去 記不記得 我說 按一按它 已經好穩的了 不會掉出來的 一滴 OK 而且呢 是可以 轉的 因為它是持力的 OK 如果不用 一拔 就已經可以不用 這個組合 也是一個非常之 非常之方便的組合 不需要形容那麼多 大家有眼看的了 接下來那兩集 真是花費大量精力 還有是 對了 擺了很多心機 不用那麼多口水 是支持的就支持的了 OK 希望得到你的大力支持 我會繼續用心機去拍片 給大家看一些有用的片 好嗎 真的講到這裡了 下集盡快和大家再見 好不好 OK 拜拜